他也只能問兩個問題就是幫你解答 所以他沒辦法讓你每個顧客的 每個顧客的問題的需求 沒辦法每個都非常詳細掌握到 那他線上醫生還是需要付費 所以就比較不好的地方 那這個系統的話其實蠻多英文的專有名字 所以基本上有些我自己按反應機 其實也找不太到 所以如果假如我們要使用的話 其實也看不太懂 對 嘿 大家好 我是怡凱 我今天要介紹的APP是症狀自查 這就是他症狀自查使用者介面 左邊那張圖就是你剛進去的畫面 這張圖結他結蠻久的 因為很快就跑進去了 你在等一下之後他就會出現第二個畫面 基本上他不需要創新的帳號或是註冊什麼 你只需要輸入性別年齡 然後那個信箱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次 也沒有得到什麼訊息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那個信箱是要幹嘛用的 對 然後你再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出現右邊那個畫面 右邊那個畫面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區域 這張是第一張截圖 這是頭部區域的有很 其實裡面東西蠻細的 還有頸部 胸部 腹部 以及背部 還有骨盆 然後再來是上肢跟下肢 而且他涵蓋的範圍還蠻大的 對所以內容很詳細 那我現在用頭痛的例子來講 用頭痛的例子來用這個APP做示範一下 如果你覺得頭痛要利用這個APP來查詢的話 你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在上面那個搜尋引擎那裡打頭痛 第二個方式是在那個你們看到那邊頭部區域那裡你可以點頭部 點進去之後點就會出現右邊那張截圖的頭部的症狀 那其實這裡還有蠻多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在搜尋引擎輸入頭痛跟點頭部的頭痛症狀 也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你點頭部 頭部的症狀其實有很多 例如頭痛 發燒 暈眩 再來你看這裡有很多我覺得很有趣的人 白天難以保持清醒 失去知覺 喪失意識 可觀察到的變形 應該是頭部血流之類的 然後再來還有很難從睡眠中喚醒 迷失方向 那這裡還有一個很長的是什麼 找不到能夠準確表達意思的詞彙 也是他的頭部症狀裡面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如果你在搜尋引擎輸入頭痛的話 會出現的會直接跑到這個PPT的最左邊那張截圖 與頭痛有關的症狀 這裡我覺得就更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倒數第二項 居然出現了舌頭痛 對我覺得還蠻 蠻好玩的啦 對 那總之如果不管你輸入了什麼 你在以這個為例 與頭痛有關的症狀 點選頭痛 頭部 就可以進到裡面更詳細的分析 那它裡面有蠻多 以頭痛這個例子來說 它有很多詢問的點 例如什麼時候疼痛 然後痛的程度 還有頭部的哪些位置痛 還有這張 這張最右邊的那張截圖是問你 什麼症狀會引起頭痛 跟什麼時候會讓頭痛夾距 它有很多細項的詢問 那到最後就會出現現在這張截圖 這張截圖就是你所選的病因症狀 然後你可以點選下面的查看可能病因 就會出現右邊這張截圖 那這裡就是有很多它分析的有可能的病因 那其實那個百分比的那個我還蠻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改進 就是它明顯加起來不是100% 所以有點模糊啦 我不太清楚它的用意是什麼 應該可以標述數字 然後讓它的加總是100% 看起來會比較符合邏輯一點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左邊那張截圖 它左下角那個藍色的鍵是添加其他症狀 所以如果你在添加其他症狀的話 其實你可以添再加很多你現有的症狀下去 比如說我在頭痛之後再加了流鼻涕跟咳嗽 那你再查看可能的病因 出現的百分比圖就明顯的會跟右邊那張不同 在頭痛加了流鼻涕之後 左邊那張截圖即興鼻肉眼的比例就提高了 對 所以大家其實這裡添加其他症狀我試過 它可以添加很多無限上槓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回去下載試試看 到底哪些症狀加起來會出現什麼事情 其實還蠻有趣的 加起來就它本來就不是100%了 它是對這個症狀的它的信心 confident factor 就是對這個症狀 它有多少信心是這個症狀 所以加起來不見得是它那個字 好 謝謝美老師 好 我們繼續 好 然後 然後在剛剛那個畫面之後 你就可以點選 我們剛剛的是這裡 最有可能是偏頭痛嘛 所以你點進去之後 就是你症狀自查的結果 那它症狀自查的結果其實很豐富 它會告訴你偏頭痛會有哪些症狀 有蠻多項的 然後還有減數就是 大概描述一下這個偏頭痛大概是什麼狀況這樣子 然後預期的部分其實要看每個病因有不同的 它會寫不同的東西 像 偏頭痛的預期 它是寫 頭痛前會發生哪些徵兆有可能 那我之前有查過流鼻涕的或是咳嗽那些 或是流行性感冒 然後像流行性感冒它就是它的預期部分就寫到 就寫到 可能會為期2到14天兩個禮拜 然後大部分人可以在一週內痊癒這樣 然後還有常見程度 以及我覺得有趣的是像醫生提問這個可以 在你去看診的時候可以提出來 然後還有治療以及核實就醫這方面都是很有用的 好 那再來優點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內容非常詳細多元 所以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再來就是它的操作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然後可以 只要四支都可以使用 有智慧型手機的話都很好使用 最後是我覺得 以我自身經驗最近來查的話 我覺得它的準度是蠻高的 可以供給大家參考 我在使用時候最大的缺點就是我覺得 當你手機網路不穩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煩 因為它沒有辦法進入到 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好這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 好 那因為時間有點拖太差 那我接下來就加快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開發者角度來做比較 那我只講兩點 第一個是跨專制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是國際化跟滿地化 跨專制的話 因為在iOS上比較沒有問題 在NGO的話 因為專制多樣 然後版本也很破 所以它螢幕代表不一樣 解析度也不一樣 那你不可能買下全世界所有的專制 所以呢我們有工具 那我們這個工具呢 叫JetMotion 那它的特點呢 有主要三點 第一個它內建了十個以上的虛擬專制 它是一個NGO的虛擬機器 那它也可以跟那個開發工具都配合 所以它是蠻適合開發者來用的 那它的樣子就長這樣 非常簡單 那我們就實際來看看我們前面介紹的 那個那幾個服務呢 它在虛擬機器上跑的怎麼樣 那我們分成手機跟平板兩部分 第一個我們是 手機的部分是使用NASA 4 它是4.11的那個Android版本 那第一個 處理轉戰機器功能正常 然後它的版面也是完整良好 第二個也是正常 那第三個還是正常 所以呢 結論就是手機的部分大家都開發沒問題 可是平板呢就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平板是選那個 NASA 4.3版本 那個呢 處理轉戰醫生是功能正常 但是呢 平板啊 有直能有橫的 可是它就只能直視瀏覽 它沒辦法 它沒辦法翻過來 那其實 這個 在這邊啊 它 這個模擬軟體其實是可以幫你 就是你可以去選擇說 你要讓平板轉面的 但是 這個APP就不行 那下面更慘了 這兩個都沒辦法安裝 那你們會說 那好像不能安裝不好 其實我覺得這是 他們這樣做法是好的 因為 手機跟平板 它在做整個版面安排之後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你在開發初期呢 你沒有信心能夠一次做好全部 那不如先讓它不能用 好 再來是 因為很多人都說英文的那個 問題啊 那但是 這邊就其實在 資訊界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名詞叫 I-Spa-N Internationalization 那因為字太長 我們就 就只拿I跟N 中間有18個字母 所以我們叫L-Spa-N 那它絕對 不是只做翻譯機的工作 那它這邊其實 我本來有列很多重點 那我們 就只講第一個 就是 類似翻譯機的工作 我們把字算抽出來 然後把它替換掉 那 這是 趨勢啊 那它可以 減少研發成本 那不同的程式員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Android 它其實是用 Resource Switching的方式 它的那個 RES裡面有 就是它的Values 跟Draw of 跟Layout 它其實後面都可以加語氣 那所以其實在開發上不會很難 那我們直接來看原詞嘛 那怎麼看原詞嘛 我們要把 ApK Decompiler 那這邊有列出一些我用到的工具 那 好 我們看圖之前我先講結論 基本的大家都有做 但是有沒有做到 其實它沒有提供很多語氣 但是它有預留空間 那不過我認為這是因為Android 架構特性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有做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其實這邊啊 你看 它這個Value這邊 它其實是 至少都有提出來 你都可以 那個換不同語氣上去 那這個是XML的格式 好 那接下來我來講未來發展 未來發展我只講三點 第一個是 標準化 第二個是個人化 第三個整合 那標準化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內容 它可以輸入跟輸出 那我們現在輸入的方式都是 你需要用到的時候 你再去點 那如果我們能夠 大筆的匯入是不是更方便 那再來是疾病編號跟那個 筆索格式化 疾病編號其實我們上課有提過 上課有提過 它會叫 LONIC LOINC 這個是美國標準 好 然後 然後像我前面講的輸入 其實我們剛才小考有講到 CDR跟CDR 其實 我想講的是 這些標準都有漲 但是為什麼沒有做進來 所以這是未來發展可以做的事情 那標準化其實是為了個人化做準備 那個人化呢 我覺得它的基礎是個人健康管理 它的記錄 但是呢 這只是基礎 之後呢 我們可以結合Bidata 然後Bidata的重點是 預測未來 譬如說 你這個人可能 冬天容易感冒 那我們是可以做提醒 或是呢 我們收集到的數據說 可能台灣北部 可能有流氧性感冒 那我們是提醒你說 你是高危險局 你要小心一點 然後整合的部分就只有兩點 第一個是水平整合 第一個是水平整合 第二個是垂直整合 水平整合 它可以整合什麼 健保 IT卡跟個人電腦病例 台灣電腦病例明年 你們就要上路了嘛 然後垂直整合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 現在這些APP 都是給使用者用 那我們能不能有一整個完整的架構 從醫生 然後照照護照 那個病人都用同一個 那它的那個 開發跟營運的成本 就會降低 那最後我們來講結論 結論呢 第一個是 國外 包括中國大陸都已經有很多成熟的應用 那台灣呢 其實台灣的IT產業是世界一流的 那台灣的醫療界也是世界一流 啊為什麼做不出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第二個結論是 這些服務 它必須要有更好的 business model 才能存活下去 第三個 資訊只是輔助 所以我們需要 資訊科技業跟醫療界共同努力 好 報告結束 那後面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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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